大家好 这里是东东笑 欢迎收看我的频道 2月7号的晚间呢 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 这个叙利亚驻华大使穆罕默德哈桑内卡达姆 对于中国表达了他的感谢 他就表示说呢 2月6号在土耳其和叙利亚发生的这个强阵 已经导致叙利亚有800多人丧生 大量的建筑物被摧毁 那么强阵发生之后呢 中方是重申支持叙利亚和蓄人民度过难关 这也再次证明了中国是可以永远信赖的可靠朋友 自从2011年开始啊 这个叙利亚其实就饱受内战的蹂躏 那如今的地震呢 更是让这个饱受宝经战火的国家是处于风雨飘摇当中 当地时间的2月7号 叙利亚卫生部统计数据就显示呢 强阵已经在叙利亚造成了812人死亡 有1449人受伤 伤亡的人数呢 可能会进一步增加 而在难以统计数字的这个叙利亚反对派控制的地区呢 这次地震呢 粗略的这个统计已经造成了790多人死亡 那面对这样的一种情况 中国是迅速展开行动 向土耳其和叙利亚捐赠了大量的物资 并且呢派遣救援人员 中国国和署的副署长邓波清也在2月7号就表示说 中国政府决定向土耳其和叙利亚提供紧急援助 正在协调向叙利亚提供紧急的救灾物资 并且呢加快落实粮食援助项目 中国红十字会呢 已经向叙利亚提供20万美元的援助 同时呢 当地的华人华侨也正在筹集一项帐篷啊 毛毯等等这些救灾的物资 然而与迅速行动起来的中国不同的是 这美国啊 在土耳其和叙利亚受灾之后的表现 却让全世界的各国感到失望 首先这个在叙利亚遭受地震的情况之下 美国居然仍然拒绝解除对叙利亚的制裁 同时呢 也拒绝与叙利亚政府有任何接触 呃 卡塔尔半岛电视台在当地时间2月6号就发文表示 说美国政府表示会致力于帮助受灾的土虚两国民众 但是却排除了直接与续政府接触的可能性 而在这个2月6号的新发布会当中呢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也表示说啊 美国将通过不同程序向土耳其和叙利亚提供援助 在土耳其呢 美国将与他们的政府合作 来帮助救援和重建工作 而在叙利亚美国则是会通过非政府组织形式的合作伙伴 在当地提供人道主义支持 但是美国的这种呃表态呢很快引发了争议啊 在现场就有记者提问 说这个叙利亚政府是镇后救援行动的主要执行者 而美国呢也仍然承认叙利亚政府 那么为什么不和叙利亚政府接触呢 其实这才是一个积极的姿态 而另一种合理的做法呢 则是应该解除这个令叙利亚窒息的制裁嘛 而面对这位记者的建议呢 普莱斯却表示说美国在当地有人道主义合作伙伴 他们有能力在悲惨的地震之后提供援助 我们将继续通过当地合作伙伴提供人道主义支持和援助 不仅如此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 他还不忘了攻击一下叙利亚政府 说这个叙利亚政府呢 不仅不把民众的利益和福祉放在首位 并且表示与这个叙利亚政府接触是具有讽刺意味的行为 而美国这样的做法也很快引发了巨大争议 首先呢 美国确实仍然在叙利亚驻扎有一定数量的士兵 但是他们在叙利亚其实并不是为了维护当地和平嘛 而是为了获取叙利亚的石油资源 那刚开始呢 这个美军的行为啊 还有所收敛 而去年美军的偷游的队伍啊 已经壮大到了一百多辆卡车 这些卡车是源源不断的从叙利亚东北部 富含石油资源的这个哈塞卡省出发 通过马哈木迪边境通道非法的越境 抵达伊拉克的这个美国控制区 美国支持的这个叙利亚叛军SDF呢 则是负责为美军的车队全程提供保护 美国一边在叙利亚掠夺资源 一边呢对叙利亚实施严护的制裁 早在去年的这个联合国安理会 叙利亚政治人道问题公开会议上面 咱们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张军 就曾经公开的敦促美国军队 结束在叙利亚境内的非法驻扎和军事行动 停止侵犯叙利亚主权和领土完整 并且呢停止对叙利亚的单边制裁和非法的资源掠夺 如今的地震 导致叙利亚人民是雪上加霜 而美国呢却仍然拒绝解除对叙利亚的制裁 总部位于美国的这个阿拉伯裔 美国人反歧视协会 他们也在 也已经在6号呼吁美国立即解除对叙利亚的制裁 以便向叙利亚提供援助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期待您的点赞评论加转发 我们下期再会 请不吝点赞评论加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